而海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造成了寿风乡 树湖春有多春的农田 因此被淹没损失惨重 而华丽县衣会民进党团也接获了民众陈勤 怀疑是因为树湖西上游 过水桥增设的水泥护栏设计不良才导致 而为了解决问题 民进党团在19号的上午 特别邀请了相关群的单位 共同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尽快厘清责任 有效的处理并改善后续的相关事宜 海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 造成寿风乡树湖西吸水暴涨 强劲水流夹带泥沙滚滚而来 但原本的过水桥现在却过不了水 反倒是震慑起高高的水泥护栏 瞬间雨量来不及宣泄 寿风乡树湖春有多处农田 因此被淹没损失惨重 而花莲县议会民进党团 也接获民众陈勤 怀疑是因为过水桥 争设的水泥护栏 舍急不良才导致 为了厘清责任 民进党团在19号上午 也特别邀请相关全责单位 共同到场会刊 希望能尽快排除民众困扰 那经过今天的会刊 第一个我们要求 就县政府要动用灾害预备金 立刻把这个过水路桥 重新拆除再重新的修 把这个桥面拉高 底下也不要再用 这个几十年前的香寒 这个会卡到漂流木支 第一个要打掉重建 用灾害预备金 第二个因为这个工程是 县府的横向联系非常有问题 我们要求在以后县府的相关的工程 横向的联系一定要做好 因为它没有经过水利科的同意 就失作 没有经过这个计算 所以它让这个桥 过水路桥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护栏 几乎到胸口的这个位置 变成一个挡水 这个水就往旁边溢去 那第三个就是因为这个水流 造成底下的农田 农民的受灾 我们也要在县议会召开 专案小组 请在相关的农业处建设处 应该用专案的部分 来让受灾的农民或居民 应该获得一个合理的 应该要协助他们 甚至一个补救的措施 民进党团除了要求县府 动用灾害预备金 改善原有的桥梁设计 也要求县府在往后的工程 一定要做好横向沟通 避免用旧有思维 来面对无法预测的天气变化 而农损部分则是要在议会召开专案小组 请农业处及建设处在合理的范围内 给出受在农民最适切的补助措施 希望能尽快厘清责任 并有效处理及改善后续的相关事宜 记者徐立芹收风向报道